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博友给我发的第一张评论就是说 听说某个什么不知道哪个网站就是讨论 有人说张继忠先生潜规则了孟广美 所以我才能够在那个什么 他的口味还不错 什么意思 我说张继忠啊 没有意思 要不我成造谣点了 你赶快辟谣 赶快辟谣 其实我觉得回应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低能的事情 对 因为那时候一看到第一个是觉得说 那咱们一起来发个毒誓吧 看你谁走我的窑 你过来我跟你一起发毒誓 但后来想一想 回应这样的人你回应不晚了 你得发多少毒誓 才能够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跟你说 就是有一个咱们都认识的一个著名的导演 他就跟我诉苦 这是真的 他电影宣传的时候 他们内部开会 说你看说你跟戏里哪个女演员潜规则 这个事吵不火 但是他戏里有个男演员 这还是专门演 有点可能是同性恋倾向的 说传你们俩断背山 这导演说我挣扎了一夜 最后还是操守为先 还是拒绝了 他要不然就这么炒作出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广美你得从另一方面看 可能对你们这个戏 也有意外的好处 这赛工师嘛 对不对 他可以瞧瞧张仙跟我们的唐僧 吵我干嘛呢 那是因为涉及你了 那别人一样 没错 这样一个信息的快速的社会 大家都唯恐天下不乱 今天就是这么个局面 其实现在你知道炒的比较火的 我认为还是齐勤 对吧 你说真是没有什么得聊了 把火罐这么一个事 弄得这煞有介事 你看他经纪公司 你都能感觉到对这个事情的慎而又慎 又把这个说明给讲的怎么滴水不漏 这个事 把火罐这个事 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呢 马先生 我也不清楚 他就是被烧了一下子是吧 不是一下 那是一整罐的那个火罐里面的那个酒精 全撒在他那个背上脖子上脸上 60%的面积二度烧伤的 你看 打听得这么样的清楚 当然 我再给你补充一下 说当时这个理疗机构的某个师 都在到他们家里 因为齐勤说累了在家 把火罐 他因为这有点不靠谱吧 说他没有携带随身的器具 然后呢就可能没罐 没罐就拿黎明 不是黎明了 齐勤家背的10个罐当中的一个罐 拿那个罐装酒精 然后这边就把嚎头罐码一个一个一个 拔到第10个 一没六成夸七酒精 正好在尖头 哗一下子就着了 着了 当时说齐勤拿出了黄继光的劲头 藏在沙发上滚滚滚 人的火扑灭了 沙发点着了 你想很传奇 上那么大面积 60%很大面积 是啊 而且这个靠 当然他是实力派 但是也得靠脸吃饭的 因为我上个月 我自己跑去把火罐 以前我特别 我特别相信这种所谓的民俗疗法 所以对我来讲 这种民俗疗法的安全性是很重要的 因为上个月我去福建做宣传的时候 也是在烈日下晒完了之后 被送进冷气房 我回来之后 我怎么右边的那个脖子都不能动了 我忍了三天之后 最后没有办法 每个人告诉我你只能拔罐 只能拔罐 因为那湿气进去了 我就去拔罐 我完全的如临大敌 我说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人拔罐的时候会出事 然后那女孩 小女孩年纪特别小 就是那种 你知道拿着那个火罐那边摇摇 还是非常自信满满的 就是觉得说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他们技术不纯熟 而且他们很不小心什么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怎样 怎样 就是非常害怕 我还让我朋友在旁边看着 就是千万 拿着一个灭火器看着 差不多得这么着了 所以 但是齐勤发生的这件事啊 这个对我很有警示作用 因为本来我本周就准备去拔火罐了 这个事啊 就我们凤凰的一个领导 这个拔火罐真的 说减肥那是明显的 说减的都40斤 但是这个事啊 所以我最近戒烟嘛 说一下胖了很多 他说这个挺管用 可是我也听过另一个人 就是拔火罐的人就讲 说你分不清啊 说他觉得是心理作用 他觉得说 因为他会告诉你 拔火罐减肥吧 同时你还得比如说晚上 不准吃主食 反正有一套饮食方面 节食 那么你到底是因为节食瘦下来的 还是因为这个火罐瘦下来的 当然是节食啊 我们的领导说 我们的领导说火罐 马先生这个民俗见的多 您怎么看 我觉得你要如果说这个火罐的安全 我觉得就是操作者的一个责任心而已 其实这个很安全的 咱就安全不安全 对咱不考虑安全 就说这个肯定是管用的 你觉得管用 肯定不光是火罐 就所有的中医的 比如灸 针灸 针灸啊 这些都管用 因为你比如我原来有时候不得信 你比如那灸法我有点不信 灸你知道就一个 爱灸 爱草 我那个有一次就疼啊 疼 当时不知什么病 后来知道是胆结石 因为我疼过若干次了 那次是在杭州 就疼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都不行了 然后我一个朋友飞拉着我说 我带你去找一个中医 他让他那个小徒弟呢 拿了个揪 让我脸朝天 就在我肚皮上 隔着有一寸吗 这么忽悠我 我绝对肯定是忽悠我 然后但是特神奇 就是大概一分多钟 瞬间就不疼了 一下就不疼了 这下之后 而这一不疼了以后 马上就轻松了 你知道这人疼 就没人样嘛 就疼得很难受嘛 一下就不疼了 我当时觉得这事很怪 你看你看这个 你像这明星做节目的时候 他们说都能看出这个印子吗 王心灵 王心灵 能看出印子吗 背后 背后 这也是刮痧 这是刮痧 这不一定是刮痧 这可能是那走卦 他是来回走 所以呢 这个事到底灵不灵 我就觉得啊 可以聊一聊了 灵 肯定灵 我最近有很多体会 我广告之后 我再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中医 我曾经想过一个 他这个望闻问切 如果去了问 因为我发现呢 就是有一个行业的人 口才都比我好 就是中医 他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 他这个说呀 我有时候就老觉得啊 我听这个中医说话很高兴 而且常有这个会心之处 甚至于觉得领悟了很多很多 但是后来我又反过来想 要是堵住他的嘴 就他不靠聊 就但不聊 你就光按这个 比如说找十个人 光靠这个 或者他去掉问啊 就是望 切 闻 是闻是闻味啊 还是什么呢 咱们知道 就他就能断出你是什么病了 你觉得这他行不行 他可以 我觉得他中医跟西医有一个不同 就是他不用医 不用器械 就是科技来辅助 因为西医知道你有病 他是通过这个医疗设备啊 化验啊 什么等等等等 他直接去感受你的体内的变化 这个呢 他就对中医的要求比较高 因为我们的中医呢 为什么老说老中医老中医 他人生的积累很重要 就是他看过很多病人 就是他看过很多病人 过去那个医生是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唯一 这终身就这一个职业 他看过很多病人以后呢 他就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 中医真的是看人下菜碟的 就是看你是什么病 给你指出一条方 一条方向或者给你配什么药 中医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应该是做出巨大的贡献 就是这有数据统计啊 你用数据来说 中国人的人均占有现代科学医疗的成本 是很低的 但中国人寿命是很长的 这是中医做出的贡献 就你这种人是中西医结合 你真像乡亚去很多农民 终身就没跟西医打过交道 对 但是就是我就觉得问题在于啊 中医啊 就像中国文化一样 是个博大精神 可是呢 这个证据不明确 不明确 就是研究做的不够 就是就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 就是说这个病好了 到底是我 就我没吃他的药 我自个儿也好了 还是说是因为他把我弄好的 而且还是说什么呢 我说啊不能否定中医啊 这个基本上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这至少至少排除他能治很多病来说啊 至少是个巨大的安慰记性 你比如说我跟你讲个实例啊 就是我那个办公室主任 他的这个父亲呢是老红军 老红军呢 他呢是60年 1960年就被诊断为癌症 而且当时呢在上海这个最好的医院 好像瑞金医院是呢 我记不住还是华中医院吧 是最好的医院 他因为当时他就是少将军衔嘛 就是属于高级干部 然后告诉他妈说呢 就说半年时间就只能处理后事了 结果呢就没治 没治怎么办呢 后来他的父亲呢 因为跟当时跟吕正操 吕正操呢也是将军 他是管铁道部 他说我们柳州铁路局呢 有一个这个中医 这中医就是大家都不信 但是他能治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 就把他请来了 请来说给他吃的那药 他吐的 就是都不堪忍受 但他活了 他到他活到什么时候呢 他活到100岁 哇哦 结果他活到99岁那年的时候呢 全这个现在 他是江西省军区这个政委啊 他已经不归江西省军区了 归南京军区了 当时南京军区呢 就说走过长征的红军 就是唯一的硕果仅存 活过100岁 大家都都有好处 立功所有的这个医疗人员全上去 他就是倒不过来了 倒不过来怎么办呢 又请中医了 就这时候 这中医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说他所有的药 不管中医药 你必须得给我看 看完了以后 他就说这个去掉 这个去掉 去掉了多微药以后 他活过来了 他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他体力扛不住这些药了 你老怕他死 你就上各种药 他根本扛不住 那些药已经开始不起作用了 所以他用减案法 其实他没做这种 就是传统异议的治疗 他只是把很多东西去掉了以后 他就缓上来了 缓上来活过100岁 你就知道中医的理论了吧 他有时候他是以不治来治你的病 就是针对你刚才那个 如果他不问 他能不能回答 那个诊断你的病情 这件事情呢 我告诉你我自己个人经验 有一年好多年以前 有一次我跟一帮朋友到泰国去 然后呢就有一个泰国朋友 就叫介绍一个所谓的那种中医的仪器 那个仪器呢 基本上他是就是帮你把脉的一种机器 他不是用人来把脉 他用机器来把脉 然后呢 机器没法跟你对谈呀 他也不能看你也不能闻你 他就是测量你的脉搏 测量完之后呢 我必须讲 初浅就是说那种 只要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的问题 我胃不好啦 我的精神神经衰弱啊 就是这种很粗浅的东西 他他马上就告诉你 你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可能有问题 你要小心一点这样子 比较好玩的是 你知道泰国很多变性的朋友 我们重型的人里面有一个 是变性的朋友 就是他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他根本就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量完了之后呢 那个来解读的那位医生说 你有一些可能就是可能 腹腔那个地方反映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女孩子正常应该有的那种脉象吧 就那个机器就反映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你知道就是而且啊 还存在一种中医的思维方式 这个就更是跟中国人呢 你知道吗 他很直观 我们特别容易相信 比方说你睡不够了 你吃辣椒吃多了 嘴上长泡了 那么就有火就发作了这个 但是照西医今天的科学看呢 他可能来自于某一种细菌感染 或者某一种什么病毒 就中医的这一套 你发现没有这种阴阳啊 这个清火呀 这种思维方式啊 我们听上去特别容易接受 你比如说 那天就是给我看病这个中医 哎呀就跟我讲 说我跟你说 这个中医讲的这个心呢 和和西医讲的那个心呢 那个天差地远 说中医讲的这个心呢 就像是中医讲的心是太阳系 西医讲的这个心脏呢 只是个地球而已 而现代中医说的这个心 要是跟古代中医讲的那个心相比啊 古代中医讲的那个心那是银河系 你这个现代中医讲的 你就是一个太阳系里的一个什么尘埃 好听的感觉很受启发 而且呢他教说你啊 这个他发明了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可以普及 就是你也学不会太极拳的话 是挺好 你看他这他他教我怎么做呢 哎左升右降 左升右降 你看啊画圆圈 然后那个灵须顶尖 头上啊这个地方就像牵着根馅一样 灵须顶尽 你知道吗左升右降 你看他说你看一切都是圆圈 宇宙当中星球转的轨道 那都是圆圈 中国这个古代讲啊 岩直以为气啊 这岩直是什么东西啊 直就相当于这轴 岩就是转这个圈 他说你看我这手全是在画圈 尤其到这个地方往下落的地方 这是什么 这是甲骨文的羊啊 甲骨文的羊 哎 你看吧你听着觉得很入神 对吧 可是你想甲骨文的羊又怎么了 哎他就跟你讲甲骨文 你们没认识到 甲骨文那是远古的人呢 修行的符号啊 这说的说的有点悬 不是他说的很好对吗 但是我就这就是我就我跟你说 这就是中医给我的感觉 他不大精神 可是真有事啊 我还是先找西医 找完西医我再找中医 就是中医的 我认为中医的最好的一点是 他是调动你人体的一个积极性 就是人呢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化学机器 是一工厂 那么他怎么能积极的为你工作呢 他中医可以调动你 你比如说中医的最简单 我们知道就比如这个拔这个火罐 针灸这些东西呢 好像看着是不治病 你说你在身上弄一火罐 这算什么事儿 但是他每当拔的时候呢 他就可能形成了某一种外界刺激 调动内心的一个积极 就是他体内有一个你不受你意志控制的 一个积极性 这样他体内很多东西就会 就会产生变化 比如你胳膊疼 我前两天也是被空调吹的 我上一棚子聊天 聊完了你这胳膊就起不来 因为这空调从这边走的 那怎么办呢 你要说到西医那儿啊 最简单的让你马上不疼 就打一针封闭 保证你不疼 要不就吃点止疼片 什么封闭德之类的 他不治病 我一直认为西医的大部分药 是在控制病 你比如这个打胰岛素 是吧 你治病吗 不治 但是你肯定能很优良的活着 但是你一不打 马上就完了 这质量就下去了 从头到尾 从生打到死 这就很可怕 他是在控制这个病 我们希望是把这个病 什么叫治病 我的概念就是说 一旦我把手段取消了 就好了 这叫治病 如果我手段取消了 你又回去了 这等于叫控制病 我们现在是大部分在控制病 就像红斑姓郎仓这个病也是 红斑姓郎仓 红斑姓郎仓 他西医的话 就只要能够控制住 他就算是救了你 对对对对 但中医的话 就很多中医就说 这个其实是可以医的 很难医 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 但是一定是可以医的好 所以中医永远给人以希望 我们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你知道就现在很多忽悠的 也是从中医的很多思维方式里 发展出来 比方说最近大家都在说的 那个什么吃泥臭的 吃泥臭能治病 后来我就发现呢 这种忽悠的 不光是这个东方 西方也有 也有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养生 这个庞大的 这个养生的这一套 但是呢 这个西方有西方的范 西方的范呢 就是药片 你知道吗 维他命 这个最新一期的 这个这个这个美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 Time Magazine 这个这个就是时代 时代杂志 登了一个东西 我认为很重要 他们跟我讲 说有一个记者 嗯 这个记者 我啊 维生素我也在吃 我现在每天吃 什么都吃啊 他吃很有名的啊 这个网中国人 很多人都在吃 美国的一种 就是维生素 很多很多药 这个记者就说啊 说的神乎其神 这个记者就是 发了这个试 说我吃五个月 请人给他设计 说他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 而且呢 验血 五个月之前验 五个月之后验 然后呢 他还访问了这个公司的老总 等等 他就写了这么一篇报道 就说这个东西 最后验血的结果表明 他吃了五个月 足足的吃啊 除了他的这个身体里 大概是维生素B吧 还是B族维生素啊 稍微高了一点点之外 嗯 没有任何变化 嗯 然后呢 他说 但是他就讲讲啊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我在吃的这个期间呢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自己像头狮子 嗯 他说确实 我有一种很强壮的这个感觉 嗯 而且呢 胖了大概是十磅 还是还是十五磅 因为他就说 因为相信这个维生素 吃了之后呢 他就不注意别的了 锻炼啊或者什么 哎 他要是增重 他他确实有一种心理的这种这种作用 让我强大 让我强大 他说最后采访这个老总 这个老总终于也说 说当然 我们这个维生素并不能代替 你有病去看病到医院该吃什么药 反正这记者最后得到的结论 就是说 你最好还是吃鱼 好过吃鱼油 你最好还是吃这个天然的蔬菜 天然的食物 好过吃这个维生素 吃这个维生素也不会吃死你 可是呢 你要说他有多大用 就是我自己亲身吃这五个月的感觉 但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决心呢不信他 但我还吃 他这个 他跟治病是两个概念 我们现在中医为什么吃亏呢 因为中医的投入特别低 中医的就是投入可能是西医的5% 那你今天想让他对等去治病是不可能的 再有今天的人的生活节奏太快 就是有了病先到西医 先不疼了 先不难过了过去了 赶紧就上班干什么 要应酬很多事 过去你没有 你没有西医的时候 100年前没有引进西医的时候 那中人都是靠中医治病吗 对不对 依然能够就是依然能够治病 不是说中医就不能治病 我们今天是什么呢 就是西医认为不是病的病 中医治 比如做梦 倒汗 脚臭 这都算病 中医给你治 还有一种就是西医判你死刑 直接就奔中医了 只要西医说这病我治不了了 你等死吧 他马上出来 就找中医医院在哪 他因为他还是觉得 那有可能把我治好 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个 我觉得是一种安慰剂的作用 对 西医也给病人吃安慰剂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认为 你真是不用吃药 但你自己觉得 你很需要吃药 所以你就要吃安慰剂 但中医呢 你刚才讲到这个 所谓心病的问题 你知道很多中医 他们自己同时 会研究很多的佛经 像我有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你等一下再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要先念完 要是佛经 我要先念三回的 要是佛经之后 这样子我来